自从浪姐三去年在芒果招商会被官宣后,网传的爆料名单一查接一查,尽管真真假假难以分辨,且不断有当事人公开辟谣,但依旧难以阻挡观众们的吃瓜热情。 值得一提的是,网传浪姐三首次录制的时间是4月3号,且黄牛们早已经开始公开卖票了,说明这个信息应该是准确的。 按理说,越是临近录制,网传名单的准确度就越高,但是最新爆出的所谓浪姐三的终极名单,其实可信度并不高,且阵容豪华的程度也不如第二季。 除了阵容,随着份爆料名单一起出来的还有三大赛制,事关初舞台、踢馆赛和复活赛,总体来说有利有弊,有人欢喜有人愁。 初舞台唱跳分开,必大于利。 爆料者称,浪姐三的初舞台将采取唱跳分开的赛制,应该和第二季的方式差不多,目的是为了让观众更直观地了解姐姐们的唱跳水平。 节目组的出发点是好的,但如果唱跳分开的话,可能会出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,就是厚此薄彼。 高人气姐姐可能会拥有完整的初舞台展示,而低人气姐姐的初舞台可能会被剪辑掉很多,一剪媒也是有可能的。 更何况,网传该节目之所以要改名为乘风破浪,很可能是为了上新。 如果浪姐三真的能上新的话,那么就会受时长限制,把唱跳分开的话,剪辑必定出问题。 其实,浪姐三真的没必要把唱跳分开,这个节目的定位是女团成长节目,而女团中有兼顾唱跳的,自然也该有vocal担当或者舞蹈担当。 所以总体来说,我认为把唱跳分开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 节目组和姐姐们耗时耗力后,观众可能看不到完整的作品,必大于力。 取消踢管赛制更公平。 踢管赛制是从浪姐二开始的。 当时确实给节目增添了很多看点,而且杨成林踢管成功,并且最终成团了。 但其实,浪姐二当时的踢管赛制遭到了不少非议。 因为在杨成林、曾黎和苏运营三人中,杨成林明显就是有备而来。 她本身就担任首发姐姐的能力,她踢管成功几乎是没有疑问的。 踢管赛制不是不可以有,但是为了公平起见,应该像当初的我是歌手一样。 每次公演都请来踢管嘉宾。 值得一提的是,此前曾有传言,契威、玛丽和林花将是浪姐三的踢管嘉宾,但其实可信度并不高。 毕竟他们三的国民度都足够高,节目组该如何取舍呢? 如今浪姐三被爆料,取消踢管赛制,我认为是非常明智的做法,可信度也非常的高,像是吴梦之导演的作风。 复活赛制回归,七人将复活。 浪姐第一季时就有复活赛,当时复活成功的是孟佳和阿朵,而且孟佳最终逆袭成团了。 但是在浪姐二中,导演组增加了踢管赛,而且取消了复活赛。 相较于踢管赛,我认为复活赛更加公平且人性化,既满足大部分观众的一男屏,也能给某些真正有实力的姐姐再给一次机会。 根据爆料,复活赛不仅将回归浪姐三,而且除了个人喜好投票结果外,还增加了异种玩法。 已经晋级的姐姐,每人能选三位复活赛候选人,和她们以往的个人喜爱度投票增加,最终产生七名复活姐姐。 综上来看关于浪姐三初舞台赛制,踢管赛制和复活赛制的爆料,尽管我看来有利有弊,但从可信度方面来看还算合理。 浪姐这个节目虽然才开始准备第三季,但其实该入坑的观众早已入坑, 而不感冒的观众并不会因为第三季的阵容就彻底爱上。 所以说,对于类似浪姐、批歌、追歌这样的成名艺人,静演综艺来说, 嘉宾虽然是重中之重,但其实赛制、选曲和舞美这三架马车同样重要。 节目能不能跑起来,看的是嘉宾的平均国民度, 但是节目能跑多远,还得看赛制、选曲和舞美这三架马车。 好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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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,